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我给大家排来一共有六章 那么第一章是这样一个序论 然后还有一个准备知识 接下来的二三四是干涉 眼涉和偏镇 那么这个就是传统的波动光鞋的三八块内容 那么第五章我们介绍经典的光的吸收 散射和色散体论 第六章我们介绍一下光的量子性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学习 那么先看一下第一章有哪些内容 第一章是两大块 第一块是这样一个序论部分 那么我会把这个光学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和现状 给大家做一个简介 下面都是一些准备知识 比如说有这个振动和波 有这个辅数的知识 还有这样一个振动的叠加 光的电磁本性 还有光成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序论的第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呢 我们不妨把这个眼光稍微放开阔一点 我们跳出这样一个光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 讨论一个比较有普遍性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物理理论 那么大家从中学开始学物理 对吧 那学了已经有些年头了 学物理学什么呢 主要就是学物理理论 还有物理定律 那什么是物理理论呢 什么是物理定律呢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思考过这个问题 有的没有思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 那什么是物理理论呢 物理理论呢 其实不是很神秘的东西 并不复杂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给它一个定义 那么理论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理论就是给你研究的对象 建立一个模型 这个呢 就是理论一句话的一个定义 那么有的朋友就要问了 模型 那这个模型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大家看 这个呢 是我们国家的主战坦克 T99 那么性能呢 非常的优异 很多军迷都非常喜欢 但这个喜欢也没用 你不可能像汽车一样 我买一个开去上班 这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按照比例 把它做一个模型 这个 就是按照严格的比例 1比30 做的这样一个模型 非常的精致 你可以买一个 放在家里面观赏 当然 这是一个模型 它是一个近似 不可能真的有这个T99的功能 当然 如果你这个模型也买不起 怎么办呢 那自己做一个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家小儿子 用粘土做的这样一个坦克的模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Toy Model 当然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它这个呢 是最先进的 上面还有激光武器 好 刚才我们说了 理论呢 是一个模型 那模型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模型就是对你研究的对象 或者说你的这样一个客观实体 做一个近似描述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模型的意思 经常我们写文章 还有读别人的文章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句子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toy model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一个客气的说法 实际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篇文章里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等等等等 那么刚才管老师说的 这个理论的定义 它是一个模型 是一个近似 这并不是管老师一个人的看法 物理学家呢 都是这种看法 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养得主费曼 有一段话谈到了这样一个理论 那么它是一个模型 是一个近似 对吧 那么这个呢 这段话呢 课上我就不念了 大家下去呢 自己把它好好地掩读一下 仔细琢磨一下 这段话的意义 然后呢 对理论 对模型 对近似呢 这个意义呢 加深一下理解 好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理论呢 就是一个建模 那么这个模型呢 是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来建的呢 这个呢 我们说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理论的这个成立条件 最起码 它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 就是你这个理论 要能够解释 现在所有的实验结果 这一条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你提出一个理论来试试 非常不容易 这还是其中的第一个要求 那么第二个要求 你的理论呢 一定要能够给出正确的预言 那么理论呢 一般都会预言 那么预言呢 你就要用实验来检验 如果正确 理论就得到验证 如果不正确的话 那你这个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这个过程呢 有时候是非常长的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知道 爱因斯坦呢 在1915年 提出了这样一个广义相对论 这是关于引力的一个理论 其中呢 就预测了 预言了这样一个引力波 那么这个引力波到什么时候才发现呢 就是到了100年以后的今天 刚刚过去的2016年 2月份 2月11号 这个呢 是PIR上的文章 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首次 观测到了这样一个引力波 那么是太空中有两个黑洞 他们在碰撞 融合的这个过程中 发出的这样一个引力波 首次被我们探测到了 那么这个呢 也就验证了爱因斯坦的这个关于引力波的这样一个预言 这个呢 已经是他提出这个理论 预测以后呢 100年以后的事情 当然 这是一件令物理界 令整个全世界都非常激动的一个科技事件 好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这样理论的这样一个适用范围 因为它是一个近似 对吧 那么必定有一个适用范围 理论呢 是一个模型 对客观对象的一个近似描述 那他就不可能是近上近美的 百分百正确 这个认识呢 大家一定要有 那么实际上呢 任何的物理理论呢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同样也是路边奖得主 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森 他也有一句名言 他说的是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他这话呢 应该倒过来说 就说这个理论呢 是个模型呢 它是很有用的 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但是严格的意义上讲呢 他是不是百分百正确的 都是有适用范围的 所以这个话呢 应该倒过来讲 那么安德森呢 他为了强调厚一点 所以把这个话呢 就说得非常的夸张 好 我们也给大家决两个例子 大家学了力学 对吧 选两个力学的例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牛顿的万有隐移定律 那么这个定律呢 大家知道 这是牛顿的成名之作 也代表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次伟大的飞跃 对吧 那么这个理论呢 非常的好 怎么好呢 他把天上的利液和地下的利液都统一起来了 可以解释这个苹果为什么下降 掉下来 也能解释这个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 还能够准确地预测这样一个哈雷彗星的 这样一个周期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吧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呢 他这个牛顿的万有隐移这个定律啊 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呢 其实是有的啊 我们说呢 他这个定律呢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现象学的一个定律 那所谓什么叫现象学的定律呢 违向的定律呢 就是他只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算 但是他后面的啊 这是什么原因 他没有指出来 那么这个牛顿的万有隐移就是这样 他告诉我们怎么计算这个万有隐移 但是这个隐移的起源是什么 这个隐移是什么相互作用的 他并没有给出 那么在他的这个理论里面呢 引力是一个超距的作用 他这个传递呢 是不需要时间的 那么这一点呢 对于我们物理来说呢 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爱因斯坦 为什么要提出广义相论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 牛顿第二定律的例子 FWMA 这个呢 大家耳朔能详 天天用 用的很多 那么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有什么局限性呢 这个呢 我们说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通常在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呢 我们把质量当成一个常量 这个就是一个近似 大家学到相对论知道了 那么质量呢 是对速度呢 有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低速的情况下 宏观低速的情况下 我们说 你把这样一个质量近似为一个常量 是很好的近似 但是如果一个到高速的情况 我们必须考虑相对论效应的时候 那么你这样呢 就不对了 这时候必须考虑质量和速度的依赖关系 我们就要对牛顿第二定律来 做相对论的修正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局限性 感谢观看